金磚五國BRICS 在南非舉辦峰會 我們現在全球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包括習近平 包括莫迪以及巴西的總理魯拉 也都到了現場 巴西的總統魯拉也到現場 那我們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想要請教一下呂副總 就他們現在所集結的這個金磚五國的力量來看 有人說即將取代G7 你覺得有往這個方向發展的趨勢嗎 我先定性定調 我們看到有國際事件先來看 它的本質是什麼 那我個人認為在很多年後回手來看 這次的金磚峰會 應該是國際關係跟地緣政治 一個重大的里程碑 就這個時間點來看這件事情 那我們看到其實西方媒體很緊張 我裡面注意到像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 路透社還有CN都說 是中國主導這個相關的國家 要來對現在西方國家的霸權秩序 造成一個重大的挑戰 這反映出就是西方世界 西方的媒體對這個議題的一個高度的焦慮 算是緊張 覺得很緊張 那我們來看裡面的一些新聞背景 因為這次是在南非舉辦 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 中國大陸跟南非進入黃金時代 然後說都是全球南方的一個成員 要團結一致 要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 反對單邊制裁 反對小院高強 攜手維護共同利益 那往下則是跟金融有關 我們待會要詳細的琢磨 去美元化 他不是金磚國家推動 是你美國自己把美元當成武器化 那你造成全球的一個動盪跟不滿 所以習近平為首 你看到大陸這個媒體 官媒談到這個形成一個新型的共同貨幣 是大勢所趨 但他也跟你講 這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 那我們就進到裡面來 也有一個談 因為這裡有一個字眼叫全球南方 我想可能大家就卡住了 是在講什麼事情 什麼叫全球南方 那個一般我們會把它當成一個普通的見解 說反正在南半球國家 就南方 北半球就是北方 那這裡有個矛盾 請問做大的不是在北半球嗎 可是他被界定為南方國家的一個領導的國家 那澳洲跟紐西蘭不是在南半球嗎 可是我們認為它是西方國家 所以各位就不能用這個什麼 南半球北半球來理解 其實這個字眼現在在國際關係 它是有高度政治意涵 指的就是說慢慢的崛起的一些新興國家 它集結出一個聯盟 大概全球加有七十七個國家 那這些國家就有別於過去 我們把它叫富人俱樂部 就G7西方主導這些比較富裕的國家 所以全球南方不是地理的區隔 它是一個概念上就是有別於 現在我們已經習慣長期 大概這兩百年西方建立了秩序 但是跑出一個新的秩序 而這裡面其實很具關鍵性的國家 當然是中國大陸 不然西方國家或西方的媒體不會那麼緊張 因為他都已經跟你講說我們不要單邊制裁 我們不要小邊制裁 我們團結一次要捍衛共同利益 我跟各位說大陸這些領導人或是官媒講的話 他都是自爭俱焯 他講這個話當然你會感覺還蠻具針對性的 所以我們就要進入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到底會不會擴容 什麼叫擴容 加入金磚的團隊會不會越來越多 這一次在南非召開 他是發出了六十九個國家的邀請函 邀請 這些國家他都已經正式提出了加入 那這裡面就有兩個路線的一個分歧 從這種道路來講 反正你美國一直搞這個聯盟來對抗我 所以我大陸也想要走自己的路 我也來形成一個聯盟 所以以中國大陸為首 他當然希望是擴容 我這些國家都能夠加入 我就形成一個陣營 可以跟現在美國為首這個西方陣營 來互相的一個不管是對抗或是這個匹配等等 都是這是中國大陸的路線 但這裡面我們就發現很有意思 其實印度 印度跟巴西他是有保留的 為什麼 第一個我這裡已經十來年 我是跟你中國大陸平起平坐 沒錯 那你主導一個這麼大一個聯盟 那我是不是印度 巴西都被稀釋掉了 角色上 角色就開始弱化 這第一個 第二個不要忘了 其實印度還有像巴西 他跟西方世界是密切的 那如果搞到一個是對西方對抗 非西方的結盟 看起來也應該不是這個時間 你就想這個擴容裡面 其實未來的關注重點在於說 他有路線的分歧 那這五個現在已經在裡面的成員國 其實有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想法 所以有關擴容與否 就是看到哪一個路線在未來 是否會勝出 再過來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看點 就是走向去美人化的結算機制 我打上一個問號 為什麼你看到這裡 大陸官媒告訴你 這個過程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 那我們要從他這個組織成立開始談 他是二零零九年成立的 那最早有這個想法是大概在二十年前 歐尼爾提出一個BRIX金磚四國 那歷經了很多年在國際投行界的發酵 在二零零九年正式成立這個組織 那一開始就是四個國家 就是中國 印度 巴西俄羅斯 到二零一年南非加入 但各位這十二年來 這個組織就五個 他沒有在擴大 沒有在擴容 那在這裡面的金融體制 他談了有關於叫這個 金磚銀行 他已經成立了 有一千億美元的緊急儲備 這個有點像我們熟悉的IMF 每次有一些國家出問題 來撥款 撥援助 援助他 所以這個緊急儲備 其實在挽救外出了什麼狀況 系統性風險 他有個資金可以來溶通 然後開始在討論所謂的這個 貿易改用本幣計價 或是共同支付 那我就注意到南非 這次做一個主辦國 在這個金融體制上 他提出一個想法 他說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先成立一個委員會 我們委員會來討論 就是貿易改用本幣計價 然後是共同支付 至於有記者問他說 那有關金磚幣 就是你未來是一個共同貨幣 甚至可以跟美元分庭抗理 這個事情你怎麼看 那南非所有相關 跟這個組織的高管 首長都說 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我沒有要去美元化 但是顯然我剛剛提到 裡面有路線的分歧 那西方還是認為 你在走去美元化 那這個問題怎麼跑出來 就要回到去年 就是去年在這個 五百多年前的俄物戰爭爆發之後 美國發動西方國家做了很多的制裁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把俄羅斯的這些金融的機構 逐出去這個國際的清算系統 那這個就是典型 本來你貨幣是一個中性的東西 但是你把它變成武器化的時候 其他國家開始會怕 所以那是不是以後 我要跟你美國想法完全一致 你就用美元出來攻擊 你跟我想法不一致 他就變成打擊我的一個武器 所以這一次這個 到底有沒有去美元化 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 我個人認為去美元化是假議題 但是你就是怕到以後 有越來越多國家開始要走出一個 至少我在降低美元的權重 那在這過程當中 我要有一個新的可能 所以我比較界定說 有關這次的看點 如果是金融體制的部分 應該是美元的霸權 開始被質疑挑戰 它有鬆動的方向 而各國會努力去推動所謂的 國際貨幣秩序的多元化 這是我覺得說為什麼它是一個里程碑 在國際觀上有可能未來時間長會成兩大陣營的對立 在國際金融體制就是在我們熟弱的美元霸權以後 以後會再跑出另外一個可能的貨幣的方向 以上 好 謝謝呂副總 其實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認為未來應該還是要持續關注這個金鑽國家發展的一個情況 當然大家也非常的關注就是巴菲特的動向 尤其是他投資的這個蘋果 iPhone據說今年第四季的業績會大幅度增長 那會不會帶來相關的概念股又有一波新的漲勢呢 我們廣告回來以後來討論 我們來討論